今天要讲一些叫做细菌和真菌的问题 细菌就叫做bacteria 属于一类叫做圆核细胞 圆核细胞英文叫procariat 真菌就属于真核细胞叫eucariot 什么叫圆核和真核呢 就是人的细胞就有个细胞核 人就属于真核细胞 就是有一个细胞核 细胞里面有些维存物质叫gna 但是细菌就没有细胞核 就是一个好像一个竹 什么都在那个细胞里面 细菌就容易处理 因为细菌和人的细胞 是有结构上的改变的 如果我们能够针对细菌的结构 就应该对人是没有什么不良的副作用 但是脆菌那些就是真核细胞 结构和人的细胞差不多 所以你没有一样东西 真的可以完全没有不良的副作用 因为细胞结构都差不多 这里譬如真菌感染 可以是脸猪菌 可以是有些感染了肺的脆菌 或者是香港脚 灰甲那些叫dermetophytes 有一个字叫ringworm ringworm就是 那个worm就是蟲 ringworm就是有些动物 皮肤或者人都是 有一个ring和一个环 红色的ring 那个圈有时大一点有时小一点 这个就是免疫系统想围攻真菌 于是如果这个圈是越来越窄的话 即是它收窄它的范围 即是在免疫系统赢 但如果那个ring是越来越大 即是它在退冰便会输 有些皮肤就像有个圆盔 这样有一个圈 这种就是真菌感染 那真菌感染呢 就譬如说有些人有敷指甲 譬如说这个指甲是有真菌感染 那医生通常叫你查些东西 就很少叫你吃的 但如果吃呢 就一定有不良副作用 为什么呢 譬如说现在呢 这个指甲就是你全身皮肤的 譬如说五千分之一 或者是差不多的 五千个这样的 那如果你要令到 在这个范围里面 有一份的药力的话 你吃了任何的药 一定是吸收了入到血里面 那血便周围去 即是一路去便一路 一路沟稀了 那如果你要有一份的药 在指甲上面 你有五千个这样的指甲 你便要吃五千倍的药才可以有一半去到这里 那你有五千倍的药 你的肝就会冲击 即是说冲击得很紧要 一定会令肝受伤的 所以呢 如果真菌感染呢 通常就是 就是磨些指甲 令到那些药可以滲进去 但是如果这个真菌 是磨菌 入了肺 就真的会影响肝 因为你只能够吊针 或者吊一些药水 但是呢 就有一个天然成分 这个天然成分 就叫做丁香分 丁香分 英文叫做Eugeno 丁香 Clove 丁香会有的 但是原来呢 如果丁香 这个季节没有丁香呢 是指甲都可以提纯到这个丁香分的 那如果这个季节 连指甲都没有呢 在鼠尾醋都可以提纯到这个丁香分 就好像譬如说 你今天呢 想吃维他命C 那第一选择就是吃橙 不过那些橙很酸 那我不想吃橙 我就吃苹果 但是那些苹果又不是很爽 那于是吃雪梨 就是说在自然界里面呢 不只是一样东西 会有一样成分 那这个丁香分呢 就很好 他呢 可以对付脸猪菌 脸猪菌通常就是下体的菌 就 煤菌 煤菌Expergina 就是会有些人 那个工作环境或者家里 是很深黏黏的 很多毛 那些毛呢 吸进去肺里面呢 就会有肺的肺炎 就是 就是真菌的感染 或者是香港的枯指甲 那这个呢 就是这样的 就最好呢 穿鞋要穿襪的 因为呢 那些枯甲那些 真菌呢 就黏在一个襪子里面 你可以洗得到 但是如果你不穿襪的话呢 那些真菌呢 就黏在那个 那个鞋的里面那层 那你就算下一次 你的医好了 你自己一身进去 又不穿襪 不穿襪的话呢 你要再次感染到 那么 那 有呢 就有些人的拖鞋呢 就是新脚趾出来的 那些比较健康一些 但是如果拖鞋 是这样 好人 好少人穿拖鞋 会穿襪的 那你的真菌呢 就黏在拖鞋里面 黏在拖鞋里面 那你下次穿一拖鞋 那你下次穿一拖鞋 就再次感染了 那怎么可以消毒 就是如果你真是 曾经没有穿襪的 而你怀疑 那对拖鞋里面 可能有些真菌呢 或者一个拖鞋有真菌呢 怎么消毒呢 就是这样的 就将 有些密实袋 就是那些 sip block bag 譬如涂涉密实袋 你又将拖鞋 就放入密实袋里面 就继续它 那如果你想稳定一点 就再放多一个密实袋 就是double bag 两个袋 那之后呢 就 微波10秒钟 微波是什么来的呢 微波就是 将些水的分子磨擦 那譬如说你有一杯 一杯凍的水 你放在微波楼里面 微波15分钟 那杯凍的水就滚烫了 但是那个杯柄仍然是凍的 因为杯柄是没有水的 于是就不会有水的分子磨擦 那 他说现在呢 有些真菌 反正是生物一定有水的 所以你就去到 磨擦10秒钟 磨得很快 就消熟了真菌 那这个呢 这个呢 就可以对付灰甲 可以食的 这些是食的 这个不是茶的 就是这个丁香芬 就是去杀死灰甲 或者是香港脚的 那另外一种感染皮肤的一种问题 就是有一种细菌 叫做Propionibacterium Avidum 这种细菌呢 就令到一个人有臭壶的 或者不只是夹底的 有些人的脚都很臭的 就为什么呢 就是原来这种细菌呢 是属于一类叫做Facultative Anarope 原来细菌有三种 一种呢 就是很喜欢氧气的 叫做Aerobic的细菌 一种呢 就是很不喜欢氧气的 直接不会生存的 就叫做Anerobic 第三种呢 就是它叫做厌氧性的细菌 就是吐厌一些氧气的 但是它仍然可以生存的 那叫做Facultative Anarope 那那个毛囊里面呢 它就躲在毛囊里面 那咖喱底就很少有氧气的 就是你不会这样走路的 而且呢 它那个毛囊前面呢 有一些脂肪 好像一个木属 那样塞住那个毛囊 那毛囊里面就没有什么氧气了 那那个脂肪呢 就是它的食物来的 它说休族油灾 在那里躺在那里 吃一下脂肪 又睡觉 那样很舒服 那时候呢 它分泌的那些物质呢 就令到别人觉得你很臭 那怎么处理呢 另外呢 就是这种叫做Facultative Anarope 就是引起暗瘡的细菌 都是同一类的细菌 那暗瘡呢 就不是青春得爆了牌 暗瘡 暗瘡呢 就是感染 细菌感染 你记住呢 就是 譬如说 医管局 怎样消毒病人的床单呢 就是只有一个方法 那个方法呢 就是用121度 涉事120度的水蒸气 为什么120度呢 因为在15lb per square inch 每一个平方烟的平方寸 有15磅的压力 在这个压力之下呢 那个水的费点就是120度 用这个这么热的蒸气 烤15分钟 15lb per square inch 叫做Auto Clave 只有这个方法去杀死细菌 而所有的手术室那些仪器 都是用这个方法杀死细菌 那你想着 譬如说你去到飞机上面 凶凶小姐第一条毛巾给你 是滚热的 摺都摺不住 你别以为那条毛巾是很干净的 未必过 因为那个肺水是未必杀死细菌的 那你就真的抹过面了 一抹过面 你可能抹过细菌 皮肤就无落 那就会有暗瘡 所以暗瘡就是 就是 是细菌感染的结果 那些细菌呢 叫做Propionibacterium acnes 原来这个Eugenol 都可以杀死的 都可以杀死那个 这个 这个臭壶 或者是 这个暗瘡的细菌 那 那 现在你就有一些 那些 那些 那些药膏呢 就可以 塗在那个假的底下 那 那塗一两天 就好了 那 好完之后 你会说 咦又臭了 那你要记住 就没有事会无端端发生 本来是没事的 现在又有事 就是说 再次感染了 那再次感染了 那可能你 穿上一件以前 以前穿过的衣服 那些细菌 又没有杀死到他 那他又再次感染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那件衣服 不是太名贵的话 那你就把他扔掉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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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丁香蜂呢 丁香蜂有很多细菌都可以 是很好 譬如说 引起飞支 引起飞支 所以叫做 叫做 抛症病毒 那 引起蛇的也是 可以吃丁香菌对付菲脂 它可以感染上呼吸道的一种细菌 有些人说我无端发现后领发炎 因为这个细菌叫做Pseudomonas aeruginosa 可以每一天吃500mg的丁香菌 就可以看门口 这个就是皮肤的金黄葡萄球菌 金黄葡萄球菌有些人的下体都不清洁得多 就要有金黄葡萄球菌皮肤的菌 这个就是口肯 就是牙周病的细菌 又可以用丁香菌去杀死它 有些人口臭 口臭就是好像臭壶 臭壶就是它躲在毛孔里面 就有些东西滲出来 今次有些细菌躲在牙缝里面 就滲了一些臭味出来 可以用这个去杀死细菌 这个就是引起尿道炎的大肠钢菌 E.coli 又可以吃丁香菌 有些人它有尿道炎的 即是经常都清不走 可以试试用丁香菌 这个就是clipsial pneumonia 就是肺炎的菌 用这个方法又可以用丁香菌 即是这个是一个民间的智慧 以前那些法老王死了之后 就要用一些香油去塗他身体 香油就是那些主要油 Essential Oil 可以防止身体负难 以前就没有冰箱 那些人就用这些主要油 塗一些火腿 即是怎样去做火腿 你想想火腿封干它两年 那两年它一定会发污 但是你用这些香料 它就不会发污 以前就是什么都塗香料 听说那些法国人 那些贵族很少会洗澡 他就慢慢塗香料 或者是可以演变成为香水 用香水去盖身体的臭味 所以今天就是介绍一个叫丁香菌 这个丁香菌可以是丁香、指酥、树尾素都可以 就可以对付臭壶 可以对付暗瘡 可以对付蝉猪菌 可以对付蝉猪菌 这个就是牙周病 这个就是尿道炎 这个就是肺炎 都可以用这个丁香菌 MT 1 1 2 �